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诗篇37篇1到11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它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减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还有片时 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今天的主题是 在二人亨通的日子 基督徒所要选择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看见二人亨通的时候 我们所要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今天是诗篇三十七篇 那诗篇三十七篇 它是一个字母的离合诗 也就是它是按着希伯来文字母二十二节 这样子以每一个字母为开头 这样的一直持续的经文 但是我们看见诗篇三十七篇 它也是一个智慧师 是一个劝势的真言 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节 就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 所以这是我们感觉 好像在世的日子 会让我们困惑跟不解的 但是我们第二节就看见 这里说为什么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 因为第二节说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我们看到的确 当我们看见恶人亨通的时候 我们如果持续要行善 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基督徒不要因为别人的不义 而拦阻我们的行善 虽然我们也会心怀不平 但是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说 恶人转眼就要过去 我想特别对那些只看今世而不见永恒的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对于只有今生没有永生的 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 不过在我们今天的一到十一节那里 我们要更详细的看 我们在地上可能会看见这些令我们感觉不平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所以今天的一到十一节最主要告诉我们 一人虽然不能够完全了解恶人为什么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还是亨通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选择倚靠神 所以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说 我们要倚靠耶和华 倚靠耶和华 第三节到第五节给我们讲了四个方面 第三节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 第一个说要继续行善 因为今生不比永恒长 我们在今世所做的会决定我们永恒的结局 所以我们在今世能够在作恶的环境中坚持行善 在神眼中是宝贵的 第二点 同样的在第三节后半段说 住在地上要以他的信实为良 有时候我们行善会觉得善自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可以信靠的 因此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第四节说到第三点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我们在地上 以神为乐 纵使地上看见不平 但是神会暗中保守 并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第五节讲到第四点 第四点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处境会是如此 为什么二人亨通 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交托这一位可信靠的神 倚靠他 他就必为我们成全 所以在第六节说 如果我们愿意像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来倚靠神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 第六节说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 好像真言所说的 一人的道路 要如同黎明的光 月照月明 直到日午的时刻 所以我们的道路只要倚靠神 纵使环境险恶 纵使我们心有不平 但是我们坚持倚靠神的时候 神要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我们的公平明如正午 那第七节到第八节再次鼓励我们 第七节说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有时候我们寻求神 我们也知道神必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 但是有时候看环境 好像并不是这样快的就心想事成 这里鼓励我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继续 所以第七节说 你当就是要如此行 我们要如此行 是要默然的 纵使识不我语 我们仍然闭口不言 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倚靠的是谁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第八节鼓励我们 当止住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所以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第九节第十节是让我们看见 作恶的至终必归于无有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 以靠神而行善 十一节会带来一个结果 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所以我们看到 包含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 亲爱的弟兄 不要为自己伸冤 临可让步 任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个经上记者说 就是生命纪三十二章 三十五节 神自己说 生冤在他 他必报应 同样的在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节说 因为我们知道是谁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王 既然如此说 他就必自己来保守 就必自己来成就 我们在地上 还会看到 许多冤屈不平的事 但是这一段的经文 也就是今天十篇三十七篇 鼓励我们 就来专心倚靠神 我们必要看见 神果然要为我们成就一切 是超过所求所想的 让我们一起向神回应祷告 感谢天父 在你有说不尽的恩事 在世我们会作难 我们的心中会不平 但是来到你的面前 你开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见 二人永恒的结局 以及一人永恒的闪失 我们的心就更多的来倚靠你 我们宣告 生冤在神 神必报应 因此我们就静默等候 有时候我们闭口不言 是因为我们学习信靠神 愿你照我们心里所愿的 加倍的十恩散似报答 感恩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